到底是什麽原因导致 Chronic Chronic 是慢性 它是慢慢的 所以我们肾衰竭一样嘛 长期叫你劳动的话呢 你也是会累嘛 同样的原理啦 百万比较好算一点啦 一个肾有百万嘛 原本一百万的话呢 你剩下十五万的时候呢 你就没有办法你就要洗肾了 肾坏了就是万位的 它不能修复的 你就是最后洗肾或者是要换肾 好 大家好 今天我要讲的课题是关于一个比较沉重啦 然后很多人听到洗肾就是 就是有点恐惧感 然后对洗肾很多疑问不了解 所以希望这个视频帮助大家有一个概念 到底要用什麽方法去洗肾 到底不应该洗肾 然后怎麽样去避免肾衰竭导致的 必须洗肾的一个状况 好 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进入 其实一个人只有洗肾 其实主要是因为他患了这个慢性肾衰竭 或者英文我们叫CKD Chronic Kidney Disease 到底是什麽原因导致Chronic Chronic是慢性 它是慢慢来 它有一个急性的 急性就是发炎 那些是比较少 然后它一般上都可以复原的 至于慢性呢 它就是慢慢下坡慢慢下坡慢慢下坡 然后呢 它重点是什麽呢 它是万位的 就是你的肾坏的呢 它就不能再修复了的 所以就是万位的 所以重点是为什麽我分享这个视频呢 就是避免就是预防肾过治疗的 它是不能治疗的 它只能洗肾那些 只能拖延 你不要这样快死吧 或者是不要这样惨 只是可以的话 就不避免你的肾衰竭 就是肾变坏的一个现象 然后到底什麽因素导致肾会坏呢 其实主要有三个 就是现在文明病啦 其实主要是高血压 然后高血糖或者是糖尿病 还有一个就是止痛药 止痛药 比如说常吃止痛药的 就是肋风式痛风啊 或者是管尿酸痛风 肋风式关节炎 肋风式关节炎 还有尿酸痛风 这三 长期吃止痛药呢 这三种因素呢 都会导致你的肾会逐渐慢慢变坏的 所以到底它怎麽变坏 很多人就有个疑问嘛 医生也不会跟你讲啦 来今天我给你一个概念哦 至少你有一个概念 至少知道需要洗肾的时候 你就不能逃避了 就去洗肾啦 好 所以我们做一个简单的 一个医学的方面的确认是 肾这个气脏了 所以其实肾呢 其实里面呢 它的过滤 我们知道肾是过滤功能嘛 但是它到底怎麽过滤 很多人都不懂 其实呢 我们肾每一 我们左边右边一个肾啦 每一个肾呢 大约有一百万个 我们叫Nephron 怀疑我不清楚啦 就是过滤的一个unit 就是一个机制 其实呢 如果你把你的肾切开呢 把它变大的话呢 它里面有一百万个这种组织的 就是讲 咦我们的肾是什麽 过滤血嘛 就是filter你的血 因为我们的血有很多种 肾脏的东西啊 不好的东西要排掉呢 它都会松过去伸大血管进去 然后经过这种小血管 小血管再分参一个小小的血管呢 进去一个一个capsule 我们叫Bowman's capsule 就是你的血管呢 比如说这种是血石啊 幼幼的血石哦 带着那种旧的血 就是带有那种啊 要排除飞雾的血 就是它来到这个Bowman呢 然后因为有血压 一点点血压进来了 所以你里面的 因为它有一些小小的洞 它就会渗透出来 然后它这个Bowman呢 它就会那个tubule 它就会累积 就会转一个圈 然后它需要吸回去的 比如说糖分啊 或者是一些矿物不是糖分 矿物质的它需要吸回去呢 它都会通过这个过程呢 就会吸回去 所以你看你的血管 放进这个碗里面 把大部分的液体过滤出来 然后它又往里面 那个血管就绕着这个tube跑的 然后有部分东西会被吸回来的 特别是矿物质 然后它就会过后 就会累积到比较大的管 然后再大的管 然后必须你的膀胱 膀胱然后小编出来 所以这个尿的成型 主要呢 其实整个肾的功能呢 主要是看这个碗 我们叫Bowman's capsule 就是这一球 它们叫肾线球啊 如果没有错 我们就Glomerulus 所以我们放大来看呢 Glomerulus就是这样 你看你的血管就是进来 就是带有氧气的血 它进去里面转一个圈 都是打成一团这样的 是丝球这样 然后这边出来 所以整体的过滤过人 就是把过滤东西 那个尿液呢 就会从这边出来 然后我跟你讲 有一万个嘛 所以可能 它有几十千个 几万个是一组 它一组呢 就form 它就滴滴滴滴 然后累积 就成了你的尿的一个成型的过程 所以 然后你的肾出现问题呢 主要是这个碗出现问题 到底它什么出现问题呢 刚才我讲过嘛 肾衰竭 就是慢性肾衰竭呢 会导致 就是 这些病啦 会导致慢性衰竭 主要呢 其实就是压力这个问题 压力 很直接的就是高血压啦 然后其实你的血糖也会间接导致它压力升行 还有 止痛药也是 导致间接的 那个在那个碗的压力升行 好 所以我们详细一下 那个组织 那个碗的组织 刚才我跟你讲嘛 我们的肾里面有很多这种小小的 那个小小的 Bowman's capsule 一百万个啦 一个肾有一百万 就一个人健康的人呢 大概有两百个 正常的这些碗来过滤你的血的 so 他有问题 这主要是出现在 在这个 你看他这边红血球进来嘛 如果一个人血压高的话呢 他整体上血压高的话呢 他来的压力会比较大 然后这边会脏 然后他就会出很多 就是挤太多 一样你想象整个过滤过程 好像你拿个我们叫烧鸡啊 就是那个网过滤网 你压他 你挤他 就更多支出来嘛 对不对 同样的原理 你压力太大 就会挤太多出来 然后呢 到底是什么导致他压力呢 主要他整体性 就是如果一个人高血压呢 就是高血 整体性高血压 他就导致压力太多了 他一个人可以没有 就是原本可能没有高血压了 但是他有高血糖 这些血糖会累积这边 我们叫糖胶 等一下我讲了 就是glycation 他会导致这个血管变小 当你这个血管变小 你想象这是一个你的水管 你的脚滑那种刷脚管 所以如果你把他出水 那个头你按着把它变小的话呢 你整体里面的压力就会变大了 所以他也回到那个高血压的现象 也是压力 总之你的血管 在碗的血管压力大呢 他就会逼很多那个液体出来 所以给你的肾会有压力 工作压力 因为他要吸回去又比较多 今天我不详细讲了 其实他溺出来过后呢 他另一边就会吸回去的 但是你 因为你溺过多的话呢 他另外一边就更多 所以整体会导致你的肾会累了 所以我们肾拽节一样嘛 长期叫你劳动的话呢 你也是会累嘛 同样的原理啦 所以我们用逻辑思考 OK 还有呢 止痛药 止痛药 因为他 他止痛药他会干扰一些 我们的发炎机制的一些 我们叫 neurochemicals 就是主要是 prostaglantin 华语不懂吗 就是你痛的时候 他有制造些东西 我们的止痛药特别是 NSAID 痛风的人常常吃 acoxia之类的东西 都是NSAID 所以他会阻止 阻止这些 矿物 这些没有 这些物质 这些矿物质 不要给他发炎 但是其中一个过程 他会阻止 会导致他 他不能放松 这边会紧 简单来说 换句话说就是 你长期是止痛药呢 你会导致这边的血管会紧压 所以同样也导致同样的原理 他塞了这边的话 这边压力高 压力高的话 他就制造过多的那个液体流出来 所以这个会导致什么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你的糖尿病作为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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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来做一个 探讨 好 现在我们看 刚才我给你这个碗子这边 这个是另一个图像 比较比较详细的啦 这种名字你不需要懂啦 不要跟你讲 血管进来 就过来 他变过滤 转一个圈回来嘛 然后我们的那个 Boltzman里面 有一些小小的组织的 所以整体上呢 你的血管 我们放大来看 血管进来 做不要的东西 他就过滤出来 就是他原理跟过滤网一样的原理 so这边filtrate 这边就成了你的尿罗 ok 当一个人有高血糖的话呢 如果他的糖太多的话呢 他会逼这个血糖过去的 所以你就有糖尿病啦 为什么 因为本来正常的人尿不应该有糖的 但是因为你 你糖太多的话 浓度太高呢 一部分的糖流了出来 所以你是糖尿病 然后 然后一部分 如果我们 因为我们的血管里面有 有那种蛋白质的 然后刚才我之前有一个视频讲 那个糖变成叉烧 关于那个视频 你们自己去找找来看 so糖跟 当糖跟高浓 高浓度的糖在跟高浓度的蛋白质呢 它们会结合 我们叫glycation process so 这个glycation process 会导致怎么样呢 就会糖你的血管会成 会变小 我们再看另一个图 等下我再讲 so这个 non-enzymatic glycation 这个word 就是糖尿病的人 最大导致 导致病发症 眼睛忙也好 脚烂也好 或者是肾坏也好 主要就是glycation process 因为你糖长期带高浓度的糖 会导致你的脚 我们叫糖化 好 我们来看一看 比如说这个是正常的 正常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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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Bowman's 那个碗 Bowman's capsule 我们有一百万嘛 我们是讲一个罢了 so你看啊 血管进来就是顺畅啦 你顺畅 你就过滤就顺畅 一切都没问题 但是glycation of the basement membrane 会导致你的 Hylene arterial sclerosis 不需要懂这个词 Arterial sclerosis 就是成了这个 因为你长期你的血 有太高浓度的糖 这些糖会导致你的血管 这边粗的血管会变小 刚才我跟你讲嘛 变小的话呢 它这边压力就会大 然后 Destruction to the blood flow 就是你的血 你的血不顺畅了嘛 increase pressure 这边的压力就会大咯 你长期现在压力大呢 你看啊 就是 Arterial dilation 它就会膨胀的 它会导致你的血管膨胀 呃 原本 它会导致你的血管 这边膨胀啦 然后 ok 详细来看啊 当你的压力高的话呢 这边有很多呢 我们叫messenger cell 这些messenger cell呢 当它感应到你长期有压力过后呢 它会对抗的 一样嘛你看啊 我这个手有一个 有一个黄黄这样的 如果你看到的话 有一个黄黄 因为我常常出地啊 我做家务的 ok 所以我常常做空啊 然后 我的手不只是用来把脉啦 我就是 我喜欢做一些动 运动这样啦 所以我是 啊 除地啊 总之你常常摩擦呢 它就会黑 我们叫黑症嘛 这是我们身体机制的 你常常用啊 一样你长期走路走路 一个角度的话 你的脚皮会 会变粗的 同样的原理 如果你长期受压的话呢 你里面这些messenger cell呢 它会反应出来 它制造一些 啊 fiber之类的 会把它变成硬化的 然后structural matrix 它就会制造更多出来 然后它这个过程呢 会导致你的 你的 你看啊 血管原本是这样嘛 但是 因为你制造了很多东西呢 它搞致你的碗膨胀起来 所以膨胀起来过后呢 它有 还有这个 Chemostylvilsen monodules 就是一些小粒东西 它原理就是好像 你割伤了 你就有疤痕了 你看我这边有个疤痕 所以我们身受伤的话呢 它就有个疤痕 然后疤痕我问你啦 疤痕会走吗 不会走吗 对不对 一样的 如果你的身长期受压的话呢 它成了疤痕的话呢 它就是 它就慢慢坏了 因为它拔了到一个地步哦 它整个碗坏了 它就shut down了 所以你以为你有两百万个很多 我跟你讲 你花三十年了哦 你后面慢慢慢慢慢慢 然后你看啊 比如说啦 比如说我就拿 我有一百 一百 我们看一边的身吧 一百万个哦 当你少了十万个过后呢 因为我们的身 老天 你身 设计我们身体有一百万个这种 一个身有一百万个这种碗 因为它知道我们的量是这样多 但是当你有十万个坏了过后呢 你还是要过滤这么多嘛 所以你另外那个九 一百万 九十万个哦 它就要 哦 一样嘛 你一个厂员本要一百个人 它才能正常的操作的 就是足够的产量的 但忽然间有十个人辞职啦 二十个人辞职呢 比如说二十个人辞职 八十个人辞职的 因为它太累了嘛 过后它被它喊 所以为什么糖尿 那个肾衰竭哦 它可以慢慢慢慢慢慢 没有症状了 没有症状很多人讲高血压 我的肾还好啊 黏血全部ok吗 我跟你讲可以慢慢慢慢 突然间哦 它一倒的话呢 几年内突然间倒了 你的肾会缓解坏 就是这个原理 因为你的肾 你要filter这么多血 但是它有东西坏了 过后呢 它会把那个工作量移去别的 用来承担这个东西 但是你移去去制造很多压力 更大的压力 它就会把这个 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知道 就是 糖尿病的来啦 糖尿病坏呢 就是你的 你的这些会变厚变大 然后这些会扩脏啊 然后成了那些疤痕啊 然后你的整体上呢 你久了过后呢 你的血压就会变低 你有没有 你的glomerular g 你验血你知道的 如果你去验那个肾功能 我们叫egfr 当你这边坏了过后 它晒了嘛 你看你膨胀到这边血管都不能进去啊 它整个unit就这个门就 这个department就给关门了 所以你的gfr 整体上呢 你的 当你的这些 呃 过滤体质越来越少的话呢 你的过滤功能就越来越少 你的gfr就会慢慢下降了 等下我会讲gfr啦 所以整体上呢 其实它 刚才我跟你讲嘛 你看我刚才跟你讲 你阻塞过后呢 这边压力会大嘛 然后它就喷很多 所以其实呢 初期呢你是hyperfiltration 就是很多bit出来 但是后面呢 它坏了过后呢 它一滴都不能出了 所以它会从hyperfiltration 就是很过滤太多的尿 所以一段时间会有很多尿 但是后面就会变成很少尿 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开始坏了 它原本 你以为你正常 我排尿很多是好 后面你会发现 它连尿醉很少 你问洗肾的人就懂了 肾坏的人 它尿很少的 一天可能小一度 一餐尿而已 我跟你讲 就是有这个现象出来的 所以整体上呢 我们的就是这个nephron 我们叫nephron 就是碗的整体 一个unit叫nephron 我们有一百万 两百万个左右两边 你要好好珍惜它们 然后你看 你常常去听人家讲 你要洗肾 你的肾是第几期 其实有一个standard 所以它有stage 一二三 A3 B4 5是最坏了的 所以我们放大来看 所以主要你去咽水知道的 GFR 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 现在我跟你讲了 你的GFR代表 总之GFR90或以上呢 你是属于健康 然后 60 就是 60到89 就是60到89之间 你是stage2 还ok 只是一部分的功能 就是你有 你有不见的10%的功能 stage3 呢 stage3 就是mild and moderate 在这个阶段 还不用洗肾的 从stage3 以上都不用洗肾 stage4呢 通常医生就开始建议你洗肾的 因为你的肾功能剩下29% 就是 他的过力 就是他 他相对来讲 可以他们做个比较 就等于你的肾的功能的 巴仙率 然后如果你stage5 就是少过15%的话 就是原本有200万 一个肾 100万比较好算一点 一个肾有100万嘛 原本有100万的话呢 你剩下15万个时候呢 你就没有办法 你就要洗肾了 你的肾开始已经不能 不能挽回了 好 所以呢 因为他可以 no adverse symptoms 就是你 你的肾开始坏的时候 你可以没有症状的 完全没有症状的 所以一个人以为乙很健康 所以我们要必须要定期检查 然后坏中 第一个性 第一个性向就是albumin 就是你的蛋白质 你的尿我们叫albumin 我们血里面有这个蛋白叫albumin的 所以如果你验血 看到你的albumin是30到300之间 你去哪里的验血报告来看哪 如果有些验血也是 你要特别定 要定这个item的 就是你验血 你刚才讲你要验albumin 不是所有都有验的 总之你看到这个albumin这个东西 如果你是30到300呢 你就开始要注意了 一般上的人是少过30的 就是microalbumin albumin urea 就是你的尿里面有蛋白质 如果是超过300的话呢 你是confirm你的肾已经开始出现很大问题了 so GFR是一个参考值 albumin也是一个 它有两个参考值的 所以你去看你的验血报告你就清楚了 so 整体上呢 你是不能 就是diabetic nephrobatic 也就是糖尿病导致 就是高血液的导致 总是肾衰血 就是肾衰血 它开始chronic ckd 它是 it's a progressing and cannot can be soft can be slow down but cannot stop 其实它可以缓和 它可以慢 可以吃药啊 这些高血液的药呢 降低那个血液嘛 更加嘛 重点是因为它的碗里面的血液压低大嘛 所以一般上都是用吃Ace inhibitor的 就是给那个C药给你 把那个碗里面的压力降低的 所以你不吃药的话呢 你就会更加恶化 所以当你的肾出现这种症状呢 就算我的高高领头帮不到 你必须要吃药的 把它缓和 然后再想怎么办法 就再继续慢慢用 减少你的 从饮食方面 减少你的肾的负担 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呢 其实你中药是什么 你必须要定期检验 因为肾的问题它没有症状的 它可以没有症状的 主药是没有症状 初期是没有症状 但你发现症状其实已经有点太迟了 所以早期调理 当你看到你的 因为 你可以通过我们中医的把脉啊 是肾功能啊 就是中医的 看肾功能是另一个角度来看的 今天我不讲了 所以如果定期检验师去 Laptax看你的Albumin 给你GFR 你的Creatinin 你的Urea 你要长着的 如果它开始有下跌的现象 所以你必须要定期检查 每半年或一年检查一次 你才懂的嘛 有个概念嘛 所以如果发现有不对路 你就趁早调理 因为我跟你讲过嘛 肾坏了就是one way的 它不能修复的 你就是最后洗肾 或者是要换肾 所以不要逃避 当你需要洗肾 你的Creatinin上到300 200多300 400的时候 你一定要洗肾的 你不要想吃什么保健品啊 保护肾那些 都是放屁的 我跟你讲 没有可能的 因为它是组织上 我跟你讲啊 承拔的嘛 它一定要洗 你需要洗肾的时候 你真的要洗肾 不能逃避 有些人跟我讲啊 我可以不要洗肾吗 我不可以 我讲 我通常我不会给什么建议啦 我说你去找洗衣 如果洗衣觉得你需要洗肾 你真的要洗肾 不然咯 我跟你讲 肾衰斜的人啊 就是肾坏了的人啊 倒是会死得很惨的 因为他身体不能处理水的过后呢 他会飞济水 他是淹死的 这是很痛苦的 或者是整体 整体也没有力的 很很惨的 所以如果需要洗肾呢 其实洗肾不要想到很恐怖啦 它有两个啦 其实很多人就看到 哇要去塞车啊 坐在那边四个小时 那个是Hemodialysis 其实还有个叫家里的 我们叫洗水 这个是洗肾 洗肾是插在那个里 我们看照片啦 这个是洗肾 我们传统知道的 就是当你需要洗肾呢 通常我们医生 都会叫你做AV fistula的 就是 你看啊 医生抽血啊 你以为抽血 插进去就有血出来 我跟你讲 我们一般上全血 健康的人 不然肾坏了的人呢 你去问啦 肾坏了的人呢 他的红血球也偏低 钙质也偏低 一般上很多 因为他跟肾功能 肾功能是跟造血有关系的 在中医的角度也这样讲 在西医的角度也有 那个Erythropoietin 就是一个荷尔蒙 制造刺激 但你的肾坏呢 他不能制造这个荷尔蒙的话呢 你身体的造血功能 所以你的血就会少 血少的话呢 我跟你讲 抽血很难受的 所以为了方便 那个血流的话呢 医生会by pass 他会做你的手 会做我们的AV fistula 他会把他接下来 把那个血转 给他胖脏一点 所以他插真的 是比较容易脏 在手上或者是在 他会 当你真的是找不到的话 他就插这边 比较大的静脉 这边这个静脉 很很 你看到了洗肾的人都有 你不自在手 就是在紧的 通常会用手先 如果没有办法采用紧 就插在那边 每个星期洗两三次 坐在那边三四个小时 这个是用Machine 然后长期洗呢 你会跟血洗 所以有一个矛盾 因为你看 这些血跑去bike里面 当你跑回去的时候 有一部分血会流在bike里面 所以每次洗肾的话呢 你就牺牲了一部分的血 它在这些bike里面 它不能完全回流进去 所以另一个呢 就是在家里洗 我们叫洗水 洗水呢 就是它有给你 包这种糖水 其实这是糖水来的 它就bump进去你的肚子 然后它就是中国这个高浓度的糖水 它吸那种脏的东西 跟那个渗透力的原理有关系的 所以你一天都要洗差不多 每一次都三 差不多半个小时的 然后一天要洗差不多四次 每一天要洗 它 想看个人咯 其实相对来讲呢 这个会比那个洗machine的副作用比较少 但是比较麻烦 其实 两个都麻烦啦 那个你要塞车去排队 坐到那边 这个你可以在家里面看戏 可以自己洗啦 都ok 但需要洗的时候你就要洗 so 请珍惜你的肾命 因为你的肾就是你的命根 在中医来讲 也是我们肾的事情是命门 命门就是你的原精元气 都是常在肾的 然后 所以要趁它还没有坏之前 好好照顾它啦 然后 我可能再用中医的角度来看肾这一方面 因为我们常常讲补肾补肾 到底补什么呢 这个是中医的角度啦 可能下一则我再讲 好 希望这个视频能帮到大家有个概念 或者是你可以把这个视频 就是给你的家人就是 嗯 不要牛牛啦 真的是需要洗身 就真的要洗身了 或者是 如果有高血压啊 有高血糖了啊 要趁早咯 你三四十岁有这种健将的 你就好好注意了 不然哦 五十岁过后哦 你洗身你就会 你的 你的人生就比较辛苦一点了 好 然后杀你 有